這個也應該要公平一點來對待吧 這個捐母乳 還必須規定要本國籍才行捐嗎 現在就有外籍配偶呢 就是被這樣的理由拒絕 覺得根本被歧視 小寶貝喝母乳看起來很溫馨 也促進親子感情 不過連捐贈母乳都要是沒得贏台灣 似乎太誇張 最近有一位緬甸籍的媽媽 去店醫院表達有意捐贈 卻因為國籍而被拒絕 事實上捐贈母乳必須抽血檢驗和健康篩選 但是緬甸籍的黃太太 5月15號打電話到母乳庫 表達有意捐贈母乳 院方只因為她是緬甸籍華僑 就立刻拒絕 讓黃太太很無奈 覺得根本就是歧視 真的國籍跟種族本來就不應該是限制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剛開始 我們還是希望就是用以台灣 因為我們接受的孩子 還是以台灣的孩子為主 應該是可以擴大這些捐贈的資格 院方解釋 當初是考量語言溝通問題 才會有這項規定 不過會再與專家討論 放官國籍 讓外籍配偶也能捐贈母乳 中天新聞李鴻杰 鄭亞文台北採訪報導 有兩部 請問往車 我會不會有兩部 我在海側